新北市教育局办理全国首创的新北绿林人才培育计划 并携手环保局和科技大学等厂关学的资源共同培育人才 期望能够建立一个绿色永续的学习环境 为推动新北市朝向近临城市目标再向前迈进一大步 回归到最本质还是地球的永续发展 我们需要从小扎根 我想永续发展永续的议题一直是现在全世界最夯的议题 也是城市跟城市交流非常好的一个交流议题 我们教育局特别推出结合我们的环保跟精发 希望在我们的从小扎根的素养培养 进入到我们跟大学很多专业的科学研究 然后到企业界里面真正去落实 让我们的技能继续的提升 我想这一块在我们绿林人才的培育 从很多的金融人才管道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需求量是越来越高 这项计划从2024年启动到2030年 分阶段实施绿树洋绿科学三大领域的人才培育 一旦掌握绿色技能 让学者对永续发展有深刻的了解 将来才能真正为地球的环保尽一份心力 有六位总指教师也谢谢我们科技大学一起跟我们合作编辑 包括我们的勤艺科大还有圣岳汉大学 再加上我们台湾师大一起来编辑的课程 让这一道的课程可以到学校里面去推动 而且刚刚我经过这样子一起参与 可以发现课程的融入把最专业的 有时候听到当量两个字大概就会觉得压力很大 把最专业的一些用词转化成一个经过你审慎评估 只是一个吃的料理你可以从四棵树的碳综合 要变成36棵树的这个情况 你就可以让孩子很清楚的了解 只要你选对好的食材料理 你一样在做一个减碳 就是为了地球永续发展 这个时候你所节约的实际行动 就可以从四棵树变成36棵树 减少32棵树的砍伐 我想这样的一个议题的呈现 让孩子从小扎根 应该是我们从事永续发展教育 非常重要的一环 这也是新北市向绿色永续转型的重要里程碑 在会中刘副市长特别翻发 全国首批六位记者绿林种植的教育证书 并期许他们在绿色教育的领域中 拿出专业技能 对全国记者教育创新和提升 做最有力的推动 记者黄又贤新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熬借治 respond